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谈的成语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成语呢 出自论语言渊 话说在春秋时期 有一天 孔子的学生 重工问老师 如何处事 才能合乎人道呢 孔子回答说 出门的时候 要像会见贵宾一样得体 派遣应用百姓的时候 要如同承办 盛大祭祀典礼一样庄重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在朝为官不要去牢骚抱怨 在野居家呢 也不要牢骚抱怨 重工于是感谢地说 我虽然很迟钝 但一定要牢记先生的话 原文是这样的 重工问人 子曰 出门如见大兵 世民如成大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帮无愿 再加无愿 重工曰 雍虽不明 请示私语仪 在中国历史上 宋朝是一个政治开明 商业繁荣 经济发达 科技进步的朝代 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应 还立下了祖训 要求子孙们 不得杀害文人 及见官见言者 因此 宋朝被认为是一个 皇帝与世大夫 共治天下的时代 宋太祖有一个心爱的女儿 魏国公主 十分的喜欢打扮自己 喜欢豪华的服饰 公主呢 有件绣花的短袄 不但坠满了珍珠 还将真的翠鸟羽毛呢 缝在衣服上 这一天呢 她穿了这件锦绣翠鸟羽毛短袄 去拜见父王 没想到啊 太祖见女儿穿成这样 非常的不高兴 说 快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 以后再也不要用翠鸟的羽毛 做服饰了 公主大惑不解 对父王说 爹爹 我这件小小的上衣 能用得了多少翠鸟的羽毛呢 太祖说 女儿啊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 你是公主 你这么一穿 整个宫内啊 都会效仿的 这么一来呀 京城里翠鸟的价格就会上涨 商人呢 就会以此去逐利 一来一往 会伤害多少生灵啊 这都是因为你引起的 你生在富贵人家 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怎么可以带头去做这样的损害生灵的事呢 公主听了 低下了头 深感羞愧 十分感谢父王的教诲 有一次公主和孝章皇后一起陪太祖闲聊 孝章皇后对太祖说 您做天子这么久了 难道不能弄一顶黄金轿子坐坐吗 那样坐着出入 该有多么威风啊 太祖听了 大笑起来说 是啊 我归为天子富有四海 我要将整个皇宫装饰成金银都搬得到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我的职责只是替天下守住财富而已 怎么可以乱用呢 古人讲 以一人治天下 但不能以天下奉一人 如果我只顾自己享乐 那么天下的百姓会怎么样看我呢 以后啊可不能这样说了 这个故事啊 记录在宋朝杨毅写的杨文宫谈缘里 原文是这样的 为贤信言 故魏国长公主在太祖朝 常以贴锈扑翠如入宫中 太祖见之 魏主曰 如当以此于我 自今误服为此事 主孝曰 此所用翠语几何 太祖曰 不然 主家扶此 恭伟契礼皆相效 京城翠语价高 小民逐利 辗转泛逸 商生贫广 食乳之游 乳生长富贵 当念惜福 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主残谢 主因事作 与孝章皇后同言曰 官家做天子日久 岂不能用黄金装奸鱼 诚已出入 太祖孝曰 我以四海之父 宫殿习以金银为事 利益可办 但念我 为天下守财尔 岂可忘用 古称 以一人知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 苟以自奉养为义 使天下之人 何养灾 当物赋言 生命啊 是基于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存在的 人生在世 除了关注自身的存在以外呢 还要懂得关注他人的存在 孔子这里所讲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意思啊 就是说 倘若你自己不愿意遭遇到的事情 就不要强加于别人 倘若你自己不愿意被这样对待的话 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 也就是说呢 人啊 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 来对待他人 由此可见呢 宋太祖身为皇帝 是身知皇权乃寿明于天的 自己的职责呢 只是替天治国 照顾好百姓 并且教育公主要明白 如果想要保住富贵荣华 就要振爱生命 不能无故杀生 在商国的时候啊 东汉著名的武将吕布 当初与刘备的关系 非常的要好 后来呢 两人之间发生了矛盾 吕布就让袁焕写信去辱骂刘备 这个袁焕呢 是当时的民事 刘备曾推举他为帽财 也就是秀财 后来呢 被东汉的军阀袁术征用 在和袁术论变的时候啊 袁术无法反驳他 这使得袁术对他十分的恭敬和手礼 后来呢 吕布攻击袁术 袁焕呢 便前往跟随了吕布 吕布要求袁焕写信去辱骂刘备 袁焕当然是不屑于干这种事 于是就拒绝了吕布的要求 吕布大怒 用刀夹在袁焕的脖子上说 再不写就杀了你 袁焕坦然不动 笑着说 我只听说唯有以德才可以羞辱人的 从未听说过以辱骂可以羞辱人 如果说刘备是个君子的话 就不会因为将军的辱骂而感到羞耻 如果他是个小人呢 就一定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报于你 那么这个羞辱就会落到你自己的头上 而且说不准哪一天呢 我或许会像今天给将军效力一样 也会为刘备效力呢 假若我一离开将军就来辱骂你 这样合不合适呢 吕布听了这番话 深感惭愧 不再强逼了 人生在世 有谁愿意被别人强迫呢 没有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被强迫 就不要去强迫别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啊 在当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呢 有一天有一位好朋友来拜访他 谈话间呢 这位朋友就问到了 海军在加勒比海某岛建立基地的事情 他的朋友说 我只要你告诉我 我所听到的有关基地的传闻 是否确有歧视 这位朋友要打听的事啊 是当时不便公开的 但是好朋友相求 如何拒绝是好呢 只见罗斯福望了望四周 然后压低嗓子 问朋友 哎 你能对不便外传的事情保密吗 能 好友急切地回答说 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 我也能 在生活中啊 我们都会遇到像罗斯福总统 这样的尴尬场面 既不能拒绝朋友 又不能违背原则 所以呢 如果你不愿意自己 时常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 就不要让别人为难 据说呀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修养啊 好到了没有痛苦的地步 即使是一生深处贫穷困苦 也没有见到他对外有过痛苦的表示 在人间呢 即使是老子也有痛苦的 因此呢 他骑着轻牛啊 匆匆就出了函谷关 即使是大圣人孔子呢 也有痛苦 因为啊 恢复周理的抱负 无法得以实现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论语 严渊中的严渊 严渊是孔子的弟子 也叫严回 是孔子的学生 严露的儿子 13岁呢 就拜孔子为师了 是孔子的学生中 年龄最小的一个 刚入门的时候啊 他沉默寡言 和一般的少年很不相同 孔子还误以为他资质有限 但很快 孔子就发现 这个少年 天性就是怨无法善的 就是不愿夸诚自己 严回声信谦虚恭敬 不迁怒不二过 从不反驳老师和同门 后来啊 被尊奉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 严回虽一生穷困 却被公认为德行第一 他智能极高 能文艺之实 他的一生啊 都侍奉陪伴在孔子的身边 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也是孔子编撰六经的真正助手 他默默地将自己一生的心血 都倾注在了孔子的六经编撰之中 因此呢 他被封为富盛 并被追赠 衍国公 陪寄于孔庙 享有孔子才能享有的 太劳祭祀典礼 其实啊 论语言冤讲的呢 就是个人字 而言回呢 得到如此的尊崇 是因为他身体力行的 做到了人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人最直接的表现 在说文解册中啊 对人的解释呢 是人亲也 意思就是说 两个人相处亲密无间 人还有人的意思 在世名中说啊 人人也 在礼礼韵中的解释呢 是这样的 人者亦之本也 顺之体也 得之者尊 意思就是说啊 仁爱是道义的根本 遵循仁爱之道 是为人之本 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一定会得到尊崇 言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啊 就是为人处事 要将心比心 如果你想发财呢 也得让别人发财 如果你想成家立业呀 也得让别人成家立业 如果你想发达显贵呢 也得让别人发达显贵 这样啊 就可以说 你是在努力的做到人了 这样就是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成语的典故和内涵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呢 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